二十一 《工商時報》 台股撒破九千點到金龍 恐下探8501 2015年7月9日 下股連環爆 三女屬美六股出現流動性風險 國際資金大屠殺 引發兩岸三地股市同步重挫 台股作百日爆量重挫274點 跌幅達2.96%收8976點 關破九千點大關 創去年十二月中以來新低 等同今年白亡一場 昨日台股更分別創下近四年單日最大跌點 三年來最大跌幅 尤其台灣五十反向 報出3.5萬多張天量並大漲3.4% 顯示市場避險需求提高 也看出市場偏空心態 台股作天由空頭全面掌控 五大空頭指標棄成 包括台股加權指數爆量長黑關破年線 平台股等重量指標股全面重挫 內外之三大法人賣超217億元 且單日融資大減近30億元 台灣五十反向 爆兩場紅 及上市貴單日市值蒸發9126億元 海基投股董事長道金龍指出 台股年線週一失守後 昨天算是正式跌破 且9000點關卡也不保 跌破今年1月6日最低點9043點 台股空頭市場確認 下一個關卡將向去年10月17日8501點測底 道金龍進一步說 台股作大跌 除了受六股重挫 希臘債務危機等衝擊外 出口貿易大幅衰退 顯示基本面北階 據統計 民國五十一年以來 曾出現六次出口衰退 每次都出現出口衰退前一年或當年台股重挫 此次是第七次出口衰退 去年台股上漲百分之百多 今年台股恐章下跌 不樂觀 原大投信量化投資策略報協李林中二表示 台股除了有出口大幅衰退 及希臘債務危機等內優外患離空夾擊 加上六股突然有1400家公司停牌 造成市場恐慌 引發流動性風險 讓市場更是血上加傷 股災從六股蔓延至港股及台股 林中二點出台股昨日得妙的部分時 包括大立光 紅准等平台股等 及強勢股如紅等重量級指標股 及大型職優股等 昨日全面大跌 引發法人失望性賣壓出籠 三大法人昨日聯手賣超217.68億元 再加上融資單日大減近30億元 造成台股昨日冰霸如山島 林中二指出 臺灣五十反向 作曝出3.5萬多張天涼 並拉出大漲3.4%長紅 顯示市場避險需求提高 也可看出市場偏空心態 台股昨日冠破9000點關卡 上市 上季兩市場總市值從4月下旬的31小多元 短短兩個半月不到 狂捨自昨天28.74兆元 大減2兆多元 古文荷包大縮水 寂寂寞 禮齡